你知道我国历史上最重的十把兵器是哪些吗 说出来你别不信 官二爷的掩月刀都只能垫底 甚至连李元爸那八百斤的雷鼓 瓮金锤都只能排第三 为了给大家盘点出最重的十把兵器 我是纵蓝历史上下五千年 为大家做出了以下排名 看到第一名的重量 一定会惊掉你的下巴 第十名 鲁智深的水墨缠炸 相信鲁智深那正义豪爽的性格 也是许多人对鲁智深喜爱有加的一个原因吧 虽然鲁智深有时候处事粗之大业 鲁莽暴躁 但他却是敢作敢当 从不滥杀无辜 当时鲁智深跟随师傅下山 想打造一把衬手兵器 于是就跟铁匠说 要照着官二爷的大刀 那般打个一般重量的缠杖出来 那匠人一听就乐了 官二爷的大刀可是重82斤的大家伙 使起来尤为不方便 还是给你打个轻一点的好 好在鲁智深也没做过多计较 也便同意了下来 最后缠杖出炉时 水墨残杖的重量高达62斤 这般重量恐怕没点实力 一般人还真抡不动他 真要耍起来 恐怕是要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兵器 但谁让他是鲁智深呢 这个重量对他来说 确实刚刚好 鲁智深拿着这把水墨残杖 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第九名 典尾的双铁剂 典尾的双铁剂 也是三国时期 一件重量级的兵器 其左几重39斤 右几重41斤 二者加起来总共80斤 比起关二姨的燕月刀 也是不遑多让 只可惜一身肝胆的典尾 却因为曹操的色心 而永远的倒下 曹操攻战晚城后 张秀不战而降 然而自己的曹操 却被曹操惦剂上 未报此仇 张秀决定谋反干掉曹操 但前提是 必须先解决掉 曹操的贴身保镖 典尾 想要干掉典尾 那就需要先倒了他的兵器 让他有力无处使 就这样 典尾的双铁戟被偷走 典尾也被张秀派出的几十人围杀 最终为了掩护曹操撤退 典尾硬撑着最后一口气 拦住了追兵 第八名 关羽的青龙燕月刀 由于关二爷手中的青龙燕月刀 名声实在太早 因此在后世 就经常会有人 将其用作威力与重量的一个衡量物 比青龙燕月刀厉害的 就预之为宝 四只则不值一提 但实际上 青龙燕月刀的重量 为82级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或许提起来都已经非常吃力了 更不用说 挥舞起来 上场杀敌了 相传青龙燕月刀 乃是天下第一名将 在月圆之夜打造 加以1780滴 青龙雪锤炼 出炉时 金光乍剑 风云变色 故而关羽称其为 青龙燕月刀 青龙燕月刀 势大力尘 往往是一刀致敌 关羽斩化雄时 关羽仅用不到三回合 就将万人敌化雄 轻松斩于马下 要知道 被如此重量的大刀 砍斗身体 一般的锁资甲 恐怕都难以 底气锋芒 轻则切肉断骨 重则拦腰斩断 这就是青龙燕月刀的 美丽所在 原来武器重量排行中 吕夫的方天化剂 都上不了发 项羽的武器来头真不像 竟比燕月刀牌中 第七名 项羽的天龙破城剂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项羽的兵器是枪或者朔 还为项羽的武器 命名为霸王枪 但其实这些都是多有出入 而项羽的真正兵器 名为天龙破城剂 在巨鹿一战中 项羽勇猛无敌 破釜沉舟 以一敌版 经此一战成名 在庆功宴上 左右都称赞项羽神勇 雅富称道 项羽手中神兵 乃是功成法寨的神器 不如将其命名为 破城剂如何 但项羽听了 觉得不够霸气 不符合自己霸王的名号 称自己的兵器 乃是九龙真身所化 应该叫天龙破城剂才好 而这把天龙破城剂 实际长于四米 在马下难以施战 却在马上挥舞自如 也正因如此 项羽冲锋剑阵 才能无往不利 而这把剂 重量高达129斤 第六名 溜金熟童剑 历史上 以剑为兵器的名将 其实不多 其中 秦琼岳飞等 算是比较有名的 但岳飞更擅长用枪 而秦琼则更以剑出名 溜金熟童剑 就是秦琼的趁手神兵 此剑一共有两根 每根重65斤 共计为130斤 剑属于鞭的一种 长而无刃 奔四冷 与敌对战时 皆以力伤人 因此力量不足者 很难驾驭这种兵器 而但凡能将剑 运用的出神弱化者 也必定是战场上 杀神一般的存在 试想一下 几十斤的剑 士臣万军的 砸在身上 不得砸的筋骨寸断 劈开肉战 第五名 金银双锤 金银双锤 属于抗金铭将 岳飞之子 岳云的武器 正所谓虎腹无犬子 岳飞能有如此高的成就 他的儿子 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在当时 岳云也是一个 堪称全能的 六边形战士 而对于所使用的武器 岳云也是 十八般武艺 各有精通 尤其喜好用锤 据说月记载 岳云使用的 两柄82斤的锯锤 合计164斤 不过经过后视 许多民间 说书人的渲染 岳云的金银锤的重量 也在慢慢被夸大 就有人将其神化为 320斤的 对此也不必太过苛责 究其目的 也都是为了表达 岳云的勇武 岳飞和金乌珠 在牛头山对峙时 双方僵持不下 无法取胜 于是金乌珠 心胜一技 派遣薛李花豹 和张昭奴 去抓岳飞的家人 作为妖戏 谁知少年英雄 岳云 早已习得一身本事 有时候梦中神人指点 学了一套精妙的锤法 那薛李花豹 和张昭奴 想来抓他 薛李花豹乃是金乌珠手下的兵马大元帅 本身实力不弱 在岳云手上都走不过几招 就被打死 足以见的岳云实力之强 第四名 方天化级 在人们的印象中 说到使用方天化级的武将 大家的第一印象肯定是吕布 但吕布的方天化级 却根本入不了榜 因为他只有24斤重 而今天要说的方天化级 属于大唐战神薛仁贵 重量高达240斤 薛仁贵自由就是力大如牛 吃饭也是日进斗米 挑水一次能挑十多桶 别的三四个人干的苦力 他一个人能做三四个人的量 因此应征入伍后 薛仁贵对于普通重量的兵器 根本就用不习惯 直到遇到这把240斤重的方天化级 他就如同心有灵气一般 深深地被这把兵器所吸引了 在战场上 这把方天化级在薛仁贵手上 就如同死神的镰刀一般 肆意收割敌军 根本无人能够招架 如此重量级的兵器 在武器重量排行中 李源霸的雷骨翁金锤 竟然只能排第三 看到第一名后 绝对惊跳你的下巴 第三名 李源霸的雷骨翁金锤 要说耍大锤最有名的 李源霸称第一 绝对没有人敢称第二 李源霸所使用的大锤 名为雷骨翁金锤 据书中描述 一只铁锤的重量 大概为240公斤 两锤加一起 足足有480公斤 即便换成现在的重量 那也将近有800斤 这种量已经相当于 使法关刀的重量了 虽然大锤本身 就是一个重量级的兵器 但是这种超级重量级的大铁锤 任何人接他一锤 恐怕都要被当场 砸成肉饼了吧 也难怪当时 校场比武时 宇文成都当头一击 仅仅被李源霸招架一下 就被阵飞百米远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的实力 都是花拳嗅腿 说的恐怕就是宇文成都吧 第二名 祸中乳的良天吃 历史上用尺子 作为兵器的人少之又少 因为尺子这种兵器不光重 而且杀伤力不大 在古代通常都是些捕快 才会使用尺 作为兵器 因为担心捕快在抓捕犯人时 会将犯人误杀 因此都会使用这种 杀伤力不大的尺 这就类似于 现代抓捕逃犯 是使用的警棍一样 不过在历史上 却有一位非常牛的捕快 他的名字叫祸中乳 虽然他用的也是尺 但他的尺却是重量惊人 据说重达千级 就这种量 别说不想伤人了 怕是一般人自己撞上去 都得撞个头破血流吧 那么可能会有人好奇了 这个祸中乳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会有如此力量呢 大家或许不认识祸中乳 但一定认识祸区兵吧 而祸中乳 就是祸区兵的生父 是汉代的一名捕快 也被称为历史上 最牛的捕快 传说就没有能逃得过 他的抓捕的犯人 第一名 镇山剑 镇山剑乃是属后主刘善 命人打造的 其长一丈二尺 重量两吨有余 被誉为世界最长的剑 有人可能会问了 刘善庸主一个 有什么能力 驾驭如此巨大的剑呢 那只能说 这把剑的确不是用来杀敌的 而是如齐明所说 用来镇山的 据说当时西蜀岌岌可危 刘善退伍可退 为了守住剑口山 这最后一道入蜀关抢 他就将所有希望 寄托于这把剑之中 他命人打造出 这把镇山剑 镇守住剑口山 就是为了拥抱 蜀中太平 但奈何刘善 烂尼服不上强 蜀国国力浩尽 最终依旧 难逃灭国的命运 好了 今天的盘点 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还知道哪些 重量级的兵器呢 欢迎一起在评论区 进行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